被家暴女子砸死熟税丈夫被判无期 儿子称父亲酒后会动手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谢谢 原标题 被家暴女子砸死熟税丈夫被判无期 儿子称父亲酒后会动手浙江一屋一女子因为家庭积怨 在丈夫酒后熟税时用石头将其砸死 2月25日 南都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了解到 该女子因犯故意杀人罪 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据该案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 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丁某真与被害人王某男 末年52岁系夫妻关系 丁某真因家庭积怨产生了杀害王某的念头 2019年11月30日16时许 丁某真从外面带回一块石头藏于家中 同日19时许 王某酒后回到家中 二人因琐事发生头角 随后王某在床上睡去 丁某真怀疑王某出轨 继而觉得无法与其沟通 日子过不下去 所以下定决心杀死王某 丁某真拿起当日带回的石头击打王某面部两次 后王某摔趴到地上 为防止血液喷溅 丁某真用塑料袋套住王某的头部 继续用石头朝其后脑勺猛砸两次 王某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后 丁某真在案发现场 拨打110报警电话投案 在该案审理过程中 丁某真取得王某家属的谅解 据丁某真和王某儿子的证言显示 其父母在一屋做连租房生意 二人关系一直都不好 经常争吵打架 父亲脾气不好 爱喝酒 喝了酒会打母亲 其称 母亲怀疑父亲在外面找女人 疑心病很重 一个礼拜前 母亲打电话说父亲打他 二人儿子的证言还称 从其小的时候开始母亲就疑神疑鬼 话很多 什么都和别人说 且说的都是不靠谱的事 有的事情也不是真实的 都是母亲自己想出来的 其没听说过父亲外面有女人 丁某真的辩护人提出 该案因婚姻家庭矛盾引发 王某对丁某真长期存在家庭暴力行为 存在一定过错 依法可对丁某真从轻处罚 浙江省京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丁某真应所事用石头猛砸被害人王某的头面部 至王某死亡 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丁某真主动投案 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细自首 且其已取得谅解 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2021年1月26日 该院议审判决 丁某真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采写 南都见习记者马明龙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